12号 特朗普打响了他连任竞选战最响的一枪 宣布将于14号开始展开大规模搜捕和驱逐无证移民的计划 那么该行动将持续数十天 覆盖十多个美国主要城市 首要目标是已经收到驱逐令的一百多万无证移民 而此前 特朗普政府发起的零容忍骨肉分离移民政策 曾经导致2000多名遭拘留的儿童与家人失散 美国舆论担心 这样的不幸可能又将重新上演 12号一早 特朗普在白宫表示 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本周末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对无证移民的突袭搜捕行动 并将他们驱逐出境 他说 他们是非法进入的 我们会把他们送回他们的国家 特朗普称 IC1行动将特别关注那些罪犯 我们会把罪犯抓出来 把他们关进监狱 或把他们关进他们自己国家的监狱 据报道 此次行动的范围将覆盖芝加哥 亚特兰大等十多个城市 首要目标是已收到驱逐令的一百多万无证移民 其中许多人已在美国居住多年 有美国籍的子女 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发言人布尔克此前拒绝透露这次执法行动的具体细节 他说 所有违反移民法的人都可能会被逮捕 拘留 并最终被驱逐出美国 消息一出 恐惧在美国各大城市的移民社区内蔓延 美国各界对此表达强烈反对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谴责这次突袭是蓄意的残忍行动 他说 这不是在根除危险分子 而是一种野蛮的暴力行径 在移民群体中散布恐慌 民主党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11号下午在记者会上谴责称 这是恐吓孩童分裂家庭的不道德行为 并表示 遣返令与搜查令不同 呼吁移民在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进入他们的住所前 了解自己的权利 11号 美国多个城市的民众在移民和海关执法局门前游行 他们高呼 要移民不要遣返的口号 一些活动人士称 他们周末还将举行更大规模游行 以抗议驱逐移民的计划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 移民政策就成为其执政的重点 此前他曾强力推行对美墨边境非法移民的骨肉分离政策 即对非法入境者采取抓获必收押起诉遣返的措施 并将父母与未成年子女强制分离 这一零容忍的骨肉分离政策一出 立即遭到美国各方强烈指责 还招来五位美国第一夫人的集体发声抗议 其中就包括特朗普的现任妻子梅拉尼亚 迫于压力 特朗普废除了骨肉分离政策 不仅如此 为了建造美墨边界墙 特朗普不惜让联邦政府停摆 美国移民局甚至删除了美国式移民国家的说法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 特朗普认为如果能令美国民众 对非法移民的恐惧之火熊熊燃烧 就能激起保守派选民的投票热情 令自己在2020大选中获胜 在大规模搜捕驱逐非法移民行动之前 特朗普11号曾宣布 放弃将国籍选项加入2020的人口普查 但他同时强调 不会放弃确定美国公民身份的努力 将签署行政命令 要求联邦政府机构向商务部提交 美国公民及非美国公民的人口统计数据 这一数据将比人口普查得来的结果更精准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